5月1日,农历3月23,时职妈祖诞成日 纪念妈祖诞成1064周年大会 即假成年春季妈祖大典在福建莆田梅州岛举行 海内外妈祖文化机构代表、妈祖静养者 及各界人士等近万人齐聚 同业妈祖,缅怀妈祖力得、行上、大爱的精神 筋骨雷洞礼炮齐名 当天上午,假成年春季妈祖大典拉开帷幕 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藏 率培纪人着传统礼服 手持塑香,遵照传统礼法、虔诚敬业 银绳、垫簸、独注文 行三贵九寇礼,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 祈愿国泰民安、世界和平民安、世界和平民安 妈祖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画 历经千年的传播与传承 成为连接连岸同胞 凝聚海南外、华侨、华梁的精神纽带 随着时代的发展 妈祖文化由出息、起平安、求福祉 再到如今连接四海、沟通五洲的起和平 求合作的愿景等等 进入新时代 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提炼 妈祖文化的时代价值 据统计 在台湾,来自大陆分林的妈祖宫庙超过3000座 每年妈祖当成日前后 许多来自台湾的信众回到梅州祖庙业祖 参加祭典 他们将在台湾共奉的妈祖神像恭送到梅州 与祖庙的妈祖宿像共奉在一起 亦为回娘家和团圆 不少台湾信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妈祖文化在台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要以此为纽带 弘扬妈祖精神 传承妈祖信俗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台湾的人民对这个妈祖非常非常的尊敬 我们这次台湾道教协会 总共我们来了一百多位的代表 来到这边跟妈祖祝寿 像台湾今天也是很热闹 在绕镜游街 每一年到三月的时候就会很想说 回来祖庙来拜妈祖这样子 两岸一家庭这样子 我希望说每年台湾更多人过来交流交流 记者了解到 自梅州妈祖祖庙分林出去的妈祖公庙 有一万多座 遍布五大洲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妈祖敬仰者达三亿多人 2009年9月 妈祖信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